朋友们 我现在是在北京的庞巴迪的旗舰店 那我今天来干嘛呢 来提我的Spider的倒三轮的魔朵 你看啊 人这个店里面这就是最新款的他们的X3的UTV 这个是泥江版的这大人字文啊 看着特别的爽 对吧 我自己的那个18款的UTV 在他库里面的搁了一年了就没怎么动啊 我过一天得非得找个地儿好好的开一开 因为你看UTV这种东西都开惯了 你就开越野车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多意思开惯了UTV 然后这都是他们直接洗干净的Spider的倒三轮啊 然后我们进去今天就可以提车了 还是很兴奋的 因为看着东西就是大玩具的一系列的感觉嘛 那很多人说呢 你寒露这么多年不玩摩托 怎么现在突然间开始骑起倒三轮的摩托了 谁都知道就喜欢玩嘛 但是我年轻的时候骑速降自行车 没有拧油门的动作啊 就是从初三开始高一开始 给我摔的呀 一直摔到了大四 就是就浑身包括我这个腿 这插个大树棍子 整个半夜晚都切了三分之一 都是玩速降 所以我一起两轮摩托骑快了 我就害怕 所以这么多年一直没玩两轮摩托 这个心摩还是有的 但是现在 撒轮这个稳定性 这一下心摩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所以就很高兴啊 看见这边 哈老师你好 你好 您忙完了 来踢车了 我来踢车 您怎么称呼 您好 我姓鸵 是咱们店的工作人员 我给您带一个麦 好嘞 来 给您带一个麦 鸵老师 我想先看看咱们这些 行 没问题 那我带您先参观参观 咱们最后提车好不好 好嘞 因为很多网友都特别有兴趣 咱们的这个 这个看着好猛 这个挺 这是庞巴迪的摩托挺 这款是庞巴迪的最大排量的 RXT XRS的325匹的摩托挺 325码比 它从0到100加速只需要3.4秒 去年拍的节目就在水库里面 骑咱们的挺 其实我觉得挺还是挺放松的 尤其在那平水面 没错 再加上我们可能不需要300多马力的挺 这劲儿有点太大了 是 它一般消费级的 比如能带两个人的 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 庞巴迪的摩托挺 现在按马力去区分 它有不同的档次 有90匹 130匹 130 170匹 230匹 260匹 300匹 325匹 然后也分一些豪华挺 然后包括钓鱼挺 还有一些功能性的挺 明白 所以可以选择的空间非常大 能做俩人的最小的马力数是多大 130匹 130马力 对 做俩人是不是个头就跟差不多 差不太多 它整体的长度差不太多 宽度会稍微窄一点 大概多少钱 现在就10万块钱左右 10万块钱 是很便宜了 那我正经可以把它拿一个在我那个河北汉南亚 没问题 您可以到时候随时就可以下水去玩去了 那个排量是 130 130 对 1.3 130匹 它是130匹 0.9涡轮增压 是的 0.9T涡轮增压 用95的汽油就可以了 对 加98呢 那更没问题了 更好是吧 对 这款是庞巴迪的雪地摩托车 雪地摩托 其实我们去年的去也去拍凤凰山 然后当时UFO 我们直接去探访UFO的那个地方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骑的是一排庞巴迪的雪地摩托 挺吃技术的 大家别看说那么宽的履带 前面一个导向的雪橇是不是挺好骑的 没有它经常有那种雪里的暗坑 什么这些的场景 毕竟它一旦歪进去的话 你没点技术 你还就不容易给它弄出来 但其实冬天你骑个它 尤其那个靶还在加热什么的 还是挺释放自我的 对 所以我觉得东伟的这些好大哥 真的可以考虑考虑 没错 这个算24款的X3吗 这个算是23款X3泥浆版 特殊的标识就是它的胎 人自闻的胎 对 它是要在你一定的地区有一定的脱魂能力 所以它选择的是泥浆款 现在这个配色我觉得挺好看 它这个橘根这应该算是 钛金属 钛金属 对吧 钛金属的配色 还有铁黑 这比我那18的黑红的配色看起来要 对 更时尚一点 更时尚 对 但是我18的X3 它悬架好像没有这么高 没有 现在悬架的内地间隙和形成都加大了 也是适应更复杂的路况 对 但是这开惯了你家里的越野车没法开了 是 这比越野车好玩太多了 轻 这个推重比我记得我那是172马力 当时那个 对 这个是200匹了 现在已经200马力了 还是0.9涡轮增压 是的 三缸 对吧 三缸 这个现在多少钱 这款现在31万4千8 有折扣 有一些折扣 提韩路有折扣 没错 提韩路老师 轻易别上瘾 这个玩意上瘾了 你就老想开它 对 这还有一个小ATV 这个看着怎么 稍微有点窄 这个ATV 它是专门为临道穿越设计的 所以在树和树之间的缝隙有大有小 所以它选择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宽度 这样能保证在临道中有保证一定的通过性 而且它的轮胎的尺寸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它就是相对灵活和迅速 它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串列座 个头比较小一点 以单人跨骑驾驶为主的 而那个基本上是跟小车似的 是坐在里面叫UTV 它俩不是一个形态的产品 或者说是就完全没有关系 大家经常分不清楚ATVUTV的 对吧 现在看这个就明白了 挺好 所以你们每天生活在很幸福的 这个环境里面 是 行 那咱们看看摩托 好 看看您的摩托车 好 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这个区域 哇塞 这个区域里面都是 对 都是摩托车的专属区域 这个我理解应该是当季 热销品摆这 是的 夏天就摆挺 因为庞巴迪是水路沙雪四个产品线 它也对应着春夏秋冬四个季节 正好现在咱们秋天 摩托车正是骑行的好时机 好那韩老师 我们一起看看您的车 好 好 那您揭开您的车的盖部 跟你一起 好 我还说的后边巴一顿呢 那没问题 哦 哇塞 哈哈哈哈 车的颜色是摇滚黑色 谢谢 我觉得就是每次看Spider的倒三轮 好多朋友说一点 我觉得就是他说这个车没有了摩托的灵活性 然后那个然后这个又傻大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符合法规骑行的摩托也是得在机动车道正常排队的 那你说的那个是违规的钻缝对吧 这本身就不是正途任何事都抵不过安全最重要 没错 现在首先你倒三轮就让你死了自己不安全违规的心 你这个对吧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再加上确实整个这视觉稳定性的这个感觉就会没错 对吧 我觉得这个是要去回击有些人的这种的侥幸心理 这个就大家千万别有侥幸心理啊 对骑摩托还是得一定得安全 您可以坐上来先感受一下 哎 您先感受一下这个车的骑行三角 然后整体的座椅的舒适度 哦这个座椅还是正经 挺合身的 它后边有一定的支撑您的腰部 所以在三轮拐弯的时候 有一些离心的时候 您也可以坐得很舒服 这后面能装个靶吗 有 有这个扶手 有一个加装的辅件 对吧 这样的话媳妇坐后面 他没问题 有安定性就会更高 我这么多年 就是不大敢骑两轮摩托在比较快的路上 就因为原来玩速箱自身车有摔怕 是是是 但是你这感觉就没有 你的前面的这个视觉稳定性就已经很高了 就显得是很大的一坨 外加上我觉得尤其对于这种的有家有史的中年的这些好大哥们 大家也不是为了钻缝跟竞速跟那个什么对吧 大家是享受的情绪价值 对 你给我保证安全情况下享受情绪价值 潘老师我给您介绍一下庞巴迪这款倒三轮 首先这款倒三轮它设计比较独特 整体的这个车的造型非常的炫酷 它选用的是两款的黑色一个是钢琴棋还有一个是磨砂棋面 所以它的颜色对比色显得非常的炫酷 然后整体车它的整体的排量是1330的排量 就是1.33升 是的 它采用的是ROTEX的发动机 ROTEX 对是和帕马迪的飞机摩托艇摩托车 还有它的全力行车还有雪橇雪地摩托车是用的同一个ROTEX 自然吸气 是的 那能做到多少马力 它是115匹的马力 那重量呢 重量是430公斤 那基本上重型摩托应该在200多公斤300公斤左右吧 重型摩托 但是大概都是大几十马力 是的 你比它马力数要大 然后你比它车再重个100多公斤 是 其实理论来说 看起来这个推重比应该跟重型摩托大差不差 是的 但是它有一点特殊 它的后边的轮胎采用的是类似汽车的轮胎 这并且还是单导向的文 理论来说 它跟地面的接触面积比摩托胎要宽了很多 所以它的附着力更强 推动力更强 明白明白 大家比较好奇的这个倒三轮的结构 那为什么当初没设计个正三轮呢 为什么是倒三轮的结构呢 这个就是庞巴提它独有的设计 是和它的雪地摩托车的造型演变而来的 所以它是前面是两个轮后边一个轮 这是个双AB的双XB 上面这个双XB会更薄一点 它整体来说这个上面是偏轻量化一点的设计 底下那根管是整个的高强度的粗的管 然后上面这个管还做成了扁管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管的AB它的风阻会更低 在这个位置 然后底下的那个位置 因为它更贴近地面 它是个圆管 保证它的下摆臂的强度 然后并且这还是能有脚牙的这个位置 我看这弹簧是可以绞下调整的 是可以有一定的调整空间 可以调它的软硬度 前面的风挡 然后是一个保留罩 它前面这个轮子也其实属于挺宽的了 因为它要有一个着地的面积 和整体的这种外子型的一个比例 这个卡钳还是bramble 这个打孔的盘 对打孔的盘 然后这里面打点点的那个是ABS的轮速传感器 是吧 是的 ABS的传感器 真是挺有意思 所以就是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然后这个后面 这个车架的后面 那这个是一个导风板 对吧 它把底下的这个气流给它导到了侧面 是的 这样坐在上面的话 腿几乎吹不到风 你可以坐上感受一下 我这个上车姿势是 就是这个踏板是给后面人踩的 我上车之后就踩前面了 踩前面踩后面都可以 我这个选装配件里有这个手的护照吗 有的 对吧 这样的话 秋冬天骑的话 正面手的状况能少一点 对 而且它手把也带加热 这样在秋冬骑的时候手就不冷了 为了考虑的操作的便捷性和舒适度 所以它去了离合和前刹车 都采用的是脚部的联动刹车 明白 这个油箱的容量大概是27升 27升 27升 那还正经很大 是的 这款车高速 如果巡航在90到100的最经济的车速的话 续航能够做到580到600的公里的续航 580到600 那应该在摩托车里面算最长的续航 对吧 而且它的整体的车重跟装载满载的情况下 可以跑到580到600公里 明白 这个就是实测 我们在整体今年出去在长途模拟的时候 路况实测的结果 这个续航就更像汽车了 它的挂挡的方式是类似拨片的形式 123456 然后减挡的是您只要踩刹车或者降速 它自动减挡 自动减挡 对 那我加挡能变成自动的吗 加挡不可以 都是要靠手动的推挡 明白 基本上只有重型摩托才有倒挡 对吧 是的 轻型摩托大家就推了 所以这车倒挡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另外后视镜也挺重要的 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个车的装载能力 这个车整体的装载能力非常的突出 这个后备箱整体的装可以装两个全盔 这是够大的 是 这底下是漏水口吗 后备箱是带快拆功能的 带快拆 它是快拆的开关 这个是收音机天下 收音机天下 对 这个后备箱可真是够大的 然后这是一部分 还有两个边箱 边箱 这是原配的对吧 对 原配的 这个需要钥匙 我给您开一下 这个边箱跟尾箱都是带锁的 两个边箱 加上一个后尾箱 再加上前储物箱 整车的储存空间有136升 如果要是长途出去模拟的话 至少可以在保持基本的饮食的情况下 至少可以承载一周的食物和基本的需求都可以够了 并且这个边箱它并不突兀 因为前面宽 是的 所以就不用担心边箱对于这个 而且它前面也带一个小的储物箱 这还带储物箱 对 可以放一个头盔 然后您的车辆的检测电脑和电瓶 房东液都在这个位置 我没想到这前面的鼻子里面还能再装东西 这有点意思 而且这个车带有丰富的娱乐系统 而且它的音响也是非常的突出 你看它前面有四个揽发 后边也有两个揽发 然后中间这个部分也带控制音量和选曲的开关 所以保证在旅途工程之中可以有非常强的娱乐性 这个挺好的 然后大概多长时间保养一次 这个车5000公里保养一次 那我这长途骑行 可能我这是北京骑拉萨了 那我拉萨怎么 过程中我们在全国现在有20多个机箱商 如果您要是预计跑长途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一些保养的配件给您寄到您的中途中展站 在当地进行一个简单的换油保养 明白 这个坐垫不带加热 坐垫不在 这其实选配应该坐垫带个加热 后边这两个把手是带加热的 这把手带加热 对 这个座椅是能掀起来吗 这个座椅它底下是一个开关 它有一个触点就是后排座座位触点 坐上去之后它有一个重量的感触 然后它会对它的这种电控有一些调整 这个着车有一个安全的提示 踩上刹车对吧 对 首先拧开钥匙门 这是自检 是的 它有一个自检 然后它会出一个安全提示 就是你需要按一下这个MOD键 解除安全提示 然后这个时候您可以打开电控开关 然后踩住刹车 您就可以减火了 不看这视频朋友们 你想给你把钥匙 你都开不走这Spider的车 我跟你说 这个模式还真正的是挺复杂的 这个挺有意思 OK